明代花鸟画大家,旅记 寒雪山基图,纸本末画,1353乘以47两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旅记,为明代中期最重要的宫廷,宫笔花鸟画家府中有款字旅记,下有四名旅厅阵印记画中描绘,孤独的置机在天寒地洞,中色缩的情景在传统中置机, 被认为是拥有武德的秦鸟因此也被当作诗文式的像纸画中孤独的置机,或许是传达文人在困动环境,仍能坚毅不拔的寓意画家,以运笔迅速的墨线,墨快为主义干,诗笔交互运作用非白的线条急速完成枯树之雅,山石流泉造成黑白对比表露荒书寒林的景象,旅记 这次使用的写意性技巧与常见的工笔画法,显然不同是他独特的墨古花鸟画作品,此种强调墨,运了写意画法,应是受到宫廷的前辈画家孙龙,林良等所启发 吕记,秋朱水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名吕记自庭镇,浩月于浙江宁波人红,至中宫是人质,殿位宫廷作画观景一位指挥善话林古花鸟进学边境招,台宗南宋院体多以凤凰,仙客,恐惧,渊让之类名情为题材,杂以花树浓正画面灿力清心有之意做粗笔水墨写计, 这笔是净见奔放与林良相近,残和婴路图,整个画面,用笔粗简,荷叶,毒尾,水草似一气画成,墨色淋漓,接近林良一路粗放简约的画风,据说吕记在画座上常用寓意手法对皇帝劝见,皇帝之其用心,曾说,公职亦是以,见吕记有之,每逢诚挚作画,总是利益尽规, 博得孝宗的称赏,贵局山秦图,全图用笔工整细致,线条挺拔有力,色彩丰富鲜艳,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为吕记精品之一,画幅左上作者自使吕记换,下前四名吕记之印,胶炎克力涂轴